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十个遭到诅咒的歌曲或命运 10.编玫瑰花环 这首儿歌来自于一种转圈游戏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国家跟地区看到不同的版本 但在英国 它描述了另一段黑暗的历史 1665年伦敦爆发了极其严重的瘟疫 它造成当时伦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由于事态发展的过于迅速 一些人在出现任何可疑的症状前并遭到隔离 儿歌中提到 黑死病的征兆其中之一就是皮肤上会出现一圈圈玫瑰色的疹子 起初人们以为黑死病是由恶臭所引起 所以在口袋中放入香气中的花苞 但瘟疫实在蔓延得太快 为了控制疫情 当局下令将死去的人用大火烧成灰烬 人们在疾病中倒下 9.鬼带10号 这是一个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 针对心灵信仰所发动的攻击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名越共士兵 但你在丛林间听到本不该出现的扭曲哀鸣 你看不见任何人 只听到这些无实体的声音 你怎么看 这些声音是美国军方在越南战争期间用来压制敌方士气 并让他们放弃战斗的方法之一 越南人相信 死者必须被埋葬在他们的祖国 否则他们的灵魂会在痛苦中漫无目的的游荡 而经由池袋所播放的这些哭泣和嚎叫 目的是卫装成那些因为战争死亡 却未能安息的灵魂 为了达到最大数量的攻击 他们被装载在直升机上 并且飞向战场和敌方领地 有人说 当诅咒被播放 他们除了影响敌人更影响了自己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 数字9似乎蕴藏着不可忽视的奇特魔力 这股力量让贝多芬之后的许多作曲家 如苏伯特、马勒、库鲁克纳、德福扎克等 都在第9号交详曲止步 很多作曲家都对这个诅咒感到紧张 阿诺德·勋伯格在一篇评论马勒的文章中写道 对音乐家而言 第9似乎是个极限 任何尝试跨越这个极限的人都必定会离世 这说明这世上有一股不因为我们所知的力量 至少是我们未有心理准备去了解的力量 它阻止我们去写我们的第10 那些完成了第9的已经与来世不远了 不过也有不少作曲家 能够摆脱这个魔咒的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俄国作曲家 基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他的一生中总共创作了15首交响乐 另外芬兰作曲家 瑟格斯·泰姆至今为止 已经创作了超过300部交响曲 这些数字在在都证明 第9号魔咒其实是一个可被跨越的障碍 罗伯强生所撰写的《十字入口》是三角洲燃调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据说当时年轻的强生只是一个别角的乐师 由于他总是遭到乐团前被羞辱 于是他独自一人离开了家乡 当他再次出现 人们发现他的肩上斜斜地挂着吉他 当他开始弹奏吉他 人们瞬间被他的琴迹所征服 但很奇怪 强生是如何在短短的时间里变得这么厉害 人们说 强生在某天午夜出现在一个南方小镇的十字入口 他与魔鬼做了交易 他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 只为了换取一首吉他神迹 强生在1938年逝世 原因不明 有谣传他遭到毒杀 也有人说他死于眉毒 但更多神秘色彩是关于他在十字入口与魔鬼所做的交易 是的 他成了传奇 但他付出了生命 当他去世时仅仅只有27岁 另外埃里克克莱普 林纳德 史金纳德和欧曼兄弟乐团 都演绎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十字入口版本 但在一个奇怪的命运转折中 有人说这首歌其实受到了诅咒 因为这些翻唱者已经被报道了多次严重并且可怕的遭遇 6.27俱乐部 27俱乐部是第九交响曲诅咒的摇滚版 指的是这些摇滚乐跟流行乐明星在他们27岁时死亡 该俱乐部有时也被称为永恒27俱乐部 起初这似乎有点巧合 布莱恩琼师、吉米亨德里克斯和贾尼师·乔普林 都在27岁时去世 但随后人们开始回顾历史并意识到更多案例 例如罗伯强生、纳杰飞、鲁迪路易师也都在27岁时逝去 虽然二七俱乐部并非只包括音乐家 但1969年至1971年间 几位27岁流行音乐家的死亡时 人们相信死亡在这个年龄段更为常见 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年龄 即便有许多原因指向成名可能会增加音乐家的死亡风险 但这种风险并不仅限于27岁 在这里他们更多是因为吸毒、酗酒、谋杀或意外事故 许多阴谋论认为 音乐家出卖了自己 他们的灵魂遇到了魔鬼 5.我的书 在菲律宾的卡拉OK清单中 你通常不会看见这首歌 它是由保罗安卡改编弗兰克西纳特拉 所演唱的经典之作 一些人说这首歌其实受到了诅咒 它在卡拉OK的聚会上被演唱 但最后却导致一连串的杀戮事件 一位菲律宾民众曾向纽约时报 讲述了他曾经很喜欢唱这首歌 但他似乎带来了很多麻烦 现在他从卡拉OK中被除名 据传香港电台在午夜时分 有几首歌都会进播 其中一首就是麦杰文的《夜夜吃蝉》 根据早年香港星辰电台主持人蔡康年的说法 当时他所主持的午夜节目中 有一个恐怖热线的桥段 很奇怪 每次只要播放《夜夜吃蝉》 都会有观众致电电台 他说里面出现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但当时广播室内并无女性 后来主持人又多次播放这首歌 但每次都发生同样的情况 久而久之该电台便不愿意在午夜播放这首歌 有天某电台一个灵异节目为了证实真假 并也在午夜播放这首歌 岂知有人在电台走廊看见黑影 然后在厕所也出现怪事 这时大家才知道是真的出事了 据网络传言 这首歌曲的音乐特别招了好兄弟喜欢 因此为了避免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各电台并没有人会在午夜播放这首歌 3.通往天堂的阶梯 有些音乐很棒 但它可能让你有死亡的风险 是的 有时你可能不知道它实际上传达了什么 英国摇滚乐团七波林飞船在1971年发行的一首摇滚歌曲《通往天堂的阶梯》 当时还是唱盘的年代 有些人巧合下将唱盘直接倒转 他们发现歌词中包含撒旦的讯息 这些讯息在向前播放时听起来像正常的人声 但在倒转播放后听起来却像是对撒旦的崇拜 而我们的大脑可能正在潜意识地接受这些信息 尤其是在中断的如果你的家园传出喧闹声 你还有时间改变行走中的路 倒转播放时则为 哦 这就是我们赞美的撒旦 这里有个令我们受苦的小仓库 悲伤的撒旦 一些人传言称这首歌的目的是为了洗脑 而它将带领人们走向地狱 二 德瑞克之谷 法兰西斯德瑞克爵士是英国探险家和海军中将 他的另一个身份在其他国家的水手眼中 则是臭名昭著的海盗 德瑞克之谷是一个军谷 他伴随着德瑞克从1577年到1580年 一直在海上各地航行 他于1596年去世 在他去世前不久 他下令将古代到巴克兰修道院 并且发誓 如果英格兰处于危险之中 战古声将会响起 而他的灵魂也会从坟墓里回来 英国的民间传说 拿破仑在攻打英国时 港口附近有人听到古声环绕 并且中日味觉 奇怪的是当时附近并没有人敲响战古 据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东克尔克撤退期间 也有人听到这个战古发出的声音 1918年德国海军投降时 虽然船上没有这种古老的战古 但战古声依然响起 能不能相信这是德瑞克的亡灵归来的迹象 1.忧郁的星期天 忧郁的星期天是1933年 有一位叫鲁兰斯查理斯的匈牙利人 在失恋的打击下所创作的歌曲 这首曲子的出版并不是非常顺利 因为他所流露出来的绝望 在当时一战结束二战随时可能开打的敏感时期 没有任何好处 即便当查理斯成功说服一位乐商出版这首曲子 他的悲伤仍如受到诅咒方 使得许多人开始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说一些人直到死亡仍然抱着乐谱 更有人在他们的遗书中写下歌词 由于自杀的人数过多 该曲又被称为匈牙利自杀歌 到了二战时期 为避免过多的负面情绪 该曲最终被英国广播公司下令禁播 直到2002年才取消禁令 谢谢您的收看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加分享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